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马 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 4比10不敌特勒姆普 世界台领官宣 丁俊辉收获两大喜讯 球迷沸腾 今天和球迷们聊一聊 斯洛克世界公开赛的最新消息 众所周知 目前本次赛事已经全部结束 最终 世界第二的特勒姆普 10比10战胜中国球王丁俊辉 夺得冠军 那么本次赛事 丁俊辉能够打入决赛 也算是衰败有荣 在赛后世界台领正式官宣 丁俊辉收获两大喜讯 中国球迷欢呼沸腾 那么丁俊辉在本次赛事中 夺得亚军之后 将会收获多达7.3万英镑的豪华奖金 折合人民币大约67万元左右 特勒姆普夺冠之后 将会收获17万英镑的奖励 在此我们也表示祝贺 那么另外丁俊辉还收获了一个重大喜训 职业生涯 迎来华丽升级 那么丁俊辉在本次赛事打入决赛之后 世界排名上升两名 目前还在世界第7位 可以看出老将丁俊辉职业生涯了 迎来了传新的开始 那么丁俊辉 世界排名上升到第7名之后 将会拿到下一次巡回锦标赛的参赛资格 在此我们也对丁俊辉表示祝贺 那么实际上在决赛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丁俊辉还是打出了一些 非常精彩的进攻回合 但是呢 特勒姆普实在是太均了 很多时候 只要丁俊辉在防射过程中漏出一点破绽 就会被特勒姆普抓住 甚至一杆青台 可以说了丁俊辉还是拼尽了权力 但是双方的实力差距 临场发挥的差距 导致这种遗憾丢贯 作为中国的球迷 我们看到丁俊辉能够在局场 强势晋级决赛 球迷们也是欢呼沸腾 最后我们也是祝福丁俊辉未来的职业生涯 一帆风顺 中国斯乐克加油 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